由于台北市松山区东荣里的开心农场 土地是空军松子部所有 因为日前接到民众检举土地使用行为影响大众的权益 因此军方才会张贴公告要求4月10号以前撤除开心农场 让当地的东荣里里长和农场任养人感到相当错愕 经过区公所在4月8号下午召开协调会之后 确定农场只能使用到9月底 之后就要完全撤除了 那我们昨天的话就跟区长 也陈立会陈议员的李焕中女主任那些 还有民政局的那个苏谷长有来参与 那我们就是先跟他续约了半年到9月30号 我们他军方的长官是说 等那个所有的作物能够收成以后 收成以后就不要再重了 镇里长无奈地表示 土地是军方所有会尊重军方的决定 希望180位菜谱任养人能把握时间享受短暂的田园之乐 这个农场的最大效果是让大家都能够来休息 能够来算是一个景点 然后让大家来认识菜 那只是觉得非常可惜是说 我们区公所和我呢 花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来整理这一块地 那我也跟军方谈到说 那以后如果绿化的话 谁来绿化谁来管理 那个中弹还是落到我的手上啊 还是我的身上啊 那其实我很愿意来管这一些 但是你要怎么的个界限 其实我们和军方的那种立场有盲点啊 对啊 我们是认为说没有啊 我们也没卖钱啊 也没卖什么 都嘛是给谁来就想说 你们喜欢就菜就给你们 那其实是大家一起来 这块地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和回忆啊 政理长希望市政府能帮忙寻找其他适合的土地 让里民可以有地方继续开心种菜 将会寻求更多管道 响应科批田园城市的政策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道 每一行人的3A上网罚宝 给您A3、A好看还有A服务哦 快打2165、3152